2014年6月的时候 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世界你也应该有关注 对对 2014年相当于是在第38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的我们大运河入选 然后变成中国的第46个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从那之后 实际上是大运河重新的输军和再利用 就推上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包括我们修中国运河制 也是藏了之后就迅速的启动了 然后这样我们就后来对历史资料 进行一个重新的梳理 然后当然我们国家 对大运河也特别的重视 我们国家有五个国家文化公园 五个国家文化公园 黄河和长江是两个天然的河道 它是一个纯自然的 还有一个长征 长征是我们革命先列的红色的路线 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人工的 一个是长城 一个就是大运河 而长城和大运河 它相当于一撇一辣 你在地图上真的是一撇一辣 形成一个人字 真的是象征了我们中国人 开天闭地 用自己的手 双手能够创造出一个 点厅地的一个人字一样 对 这两个都是人工的奇迹 然后在两个人工的工程里面 大运河的地位又更有意思 因为长城它今天是一个禁止的文物了 而我们大运河从2022年4月份开始 又实行了一个全线贯通 它主要是借助南水北调之后 把山东的大运河又重新贯通 恢复了通航之后 整个大运河又重新的可以用起来 在这之前大运河一直在像江苏浙江本来就在用 加上这一段全线贯通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条可以在今天重新活的一个 一个就是文化工程 将来这个运河经济带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作用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 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就是我们的技术手段 各方面都变化比较大了 以前的运河它是一条非常最重要的一条运输路线 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 那个高铁飞机都已经全部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运河的航运功能 可能相比以前地位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当然还是一些货船通过这个运河来运 还是划算的了 特别是像今天的江苏浙江 他们的水运系统很发达 每年的那个货船通过这个运河的还是很大 但是总体上 它在全国的这个运输中的地位下降了 但是它的其他的功能就提升起来 比如说文化的功能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旅游的功能 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历史记忆的功能 它就提升起来了 不是说它的航运能力下降了 而是它在整体的运输这个体系中的 我们今天更加多元化了 它承载的这个文化还是一直在流淌 您刚才讲到的两个人工造物 一个是长城 一个是运河 长城它有点像是一个阻断的一个标志 运河就一直是一个流通的 沟通的一个功能 就是以前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流动性不够 就是其实如果把运河的这个功能 考虑进去的话 这种南北贯通的这种 就是促进流动的这种 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是的 就是因为这个运河修起来 它就是要改变这个地势地貌的形状 然后加强南北的一个流通 一个交流 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 物质交流 然后包括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京剧啊 昆区啊 都是通过这个河上 它流通起来 运河把整个中国的流通起来了 那个长城 它以前是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的 它是表示一个自我保护的 其实中国是一个 很愿意和平相处的一个国 它不会像外面大规模的扩张 然后在保证自己的国内安全的同时 它有意思的要把自己国内经济啊 文化呀 这个发展起来 它是这样一个 就是愿意很愿意把自己低头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这么一个国家 我觉得它特别的形象